好 各位好 那我们来讲第二个核心概念 是量序原理 那量序原理的应用范围呢 就是如果你要证明的命题啊 如果是对于所有的正稳数都对的话 那我们可以考虑使用量序原理 那同样的它可以推广到呢 如果你的命题是一个 对于一个 有对于正种数有一个一对一对应的那个集合都对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考虑使用量序原理 所以你想说 这不就是数学贵纳法的应用范围吗 那没错 那基本上呢 量序原理它跟数学贵纳法是等价的 那你会想说 那我们为什么干脆都用 数学贵纳法就好了呢 那我们等一下会给你一个例子说 告诉你说 有些时候你用量序原理来证明 会比用数学贵纳法来证明 来得合适 好 那 要叙述 量序原理之前呢 我们就先定义什么叫做最小元素 好 那 它的定义是这样子 如果 S是时数中的一个 非空子集合 那我们说一个时数M 是S的最小元素 那如果呢这个 元素这个时数M满足了这两个条件 那首先呢这个元素要 这个元素M要落在S这个集合里面 那第二个事实呢 它是 一样得要是 最小的那一个 也就是说呢数学上来说呢就是 M会小于等于S 那否S 落在这个集合S里面 那比如说呢 如果我们的S是 正优理数集合 正整数集合 也就是123这样子的 这个集合 那么呢 E是 这个S里的最小元素 为什么呢 因为E是 正整数 而且是最小的那一个 234 那些都比E大 OK 那第二个 例子呢 是我们看一下T 这个集合是 2357 那我们订它是 所有 直数的集合 那么呢 这个2是T里面的最小元素 那为什么呢 因为2是直数 而且它 确实是最小的那一个 直数 所以的话呢 T也有一个最小元素 叫做 2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不是 不是最小元素的例子 那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整数集合 也就是0 正伏1 正伏2 正伏3 这样子一直过去的那一个集合 那基本上呢 整数集是没有最小元素的 那 这看起来很显然 可是我们怎么样把它证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证明 那我们就用反正法 那假设呢 这个整数集合有一个最小元素 我们订它是S S是最小元素 那由这个最小元素的定义呢 也就是 S会小于等于T 对于4OT落在整数里面 好那 In particular呢 我们订T是这一个特别的最小 特别的元素 也就是S-1 那由 整数的加法封闭性 我们有 S-1也会是整数 那所以的话呢 有最小元素的定义 所以 因为S-1是整数嘛 然后S是最小的那一个 所以 S会小于等于S-1 那可是呢 我们用那个不等式的性质 我们知道 我们把S同时消掉 我们会 得到0 小于等于 负1 可是呢 这件事情是跟我的 0 小于负1 是 矛盾的 OK 所以的话呢 有这样子我们会看得出来 就整数集合没有最小元素 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例子 正有铝数集合 OK 那基本上这个集合也是没有最小元素的 那我们怎么证明它呢 我们一样用反正法 如果 它有最小元素 我们订它是这个Q 这个小Q 那我们订 我们看这个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它是 正有铝数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正有铝数这个集合 它实际上是对乘法封闭的 也就是说 两个正有铝数相乘 也还会是正有铝数 所以我们会有 Q乘以二分之一 也就是二分之Q 是最小元素 那可是呢 我们知道 Q呢 那一定是大于二分之Q的 OK 所以的话呢 我们得到二分之Q是一个 正有铝数 可是它是小于Q 就是矛盾于Q是 我们的正有铝数集合里面最小的那一个 所以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假设就错误 所以那个 Q没有正有铝数 正有铝数集合没有最小的元素 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证明 一样我们用反正法 一样是假设 这个小Q是正有铝数集合里面的最小的那一个 好那我们由阿基米的原理 阿基米的原理告诉你说给你一个 正实数 我一定会存在一个正整数N 那使得呢 这两个数相乘 也是N乘以Q 会大于1 OK 那我们把N搬来不等式的这一边 我们会得到Q会大于1 那可是呢 N是正整数嘛 所以1是正有铝数 那所以的话我们会得到一个 正有铝数 可是它是小于Q的 这又一样是矛盾于是说 这个小Q是正有铝数里面的最小的那一个 所以的话我们就证明了正有铝数集合是没有最小元素 好那 介绍完了 什么叫做最小元素之后呢 我们可以来叙述一下 什么叫做阳气原理 阳气原理告诉我们说 正整数集合的 任何一个非空子集啊 它一定是有一个最小元素 OK 看起来很显然 我们来 用下面这个例子来告诉你说它为什么有用 那我们来定义一下什么叫做 最大公因数 OK 那给定两个正整数 A跟B 那我们说 他们的最大公因数呢 它是一个正整数 就是叫G 那它满足什么条件呢 首先呢 G等要是个公因数 所以的话呢 G是 会整除A 也会整除B 那另外的话呢 它是 公因数里面最大的那一个 也就是说呢 如果 D 是一个正整数 而且它整除A 也会整除B呢 那么呢 D会也会等除G OK 那我们通常用GCD 刮虎AV 或者简单的刮虎AV 来代表那个最大公因数 那么定理是什么呢 两个正整数的最大公因数 是存在且唯一的 我们也想要用 良序原理来证明这件事情 好 所以的话我们要证明 存在性跟唯一性嘛 那 最大公因数的唯一性 那基本上是跟我们的良序原理 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在 在此就省略掉唯一性的证明 那我们就用良序原理来证明那个 这个最大公因数的存在性 那同时呢 我们会 一起证明的 这件事情就是说 我一定会存在两个整数 XY 使得我的这个最大公因数 这个GCD AB 实际上会是 AX加BY OK 也就是 最大公因数 实际上是AB的整数组合 好那怎么证明呢 我们先引入这个集合S S呢是 AX加BY形式的 然后 XY是整数 的这个形式的集合 然后是 跟我的正整数做交集 也就是 大于 大于0的 AX加BY形式的东西 OK 那因为我们知道 AR可以写成是 A乘以1加上B乘以0 所以的话呢 A是写成 也是 落在这个集合里面 而且呢 我们的题目就是 A是正整数 所以的话呢 S实际上是 M中的非空子集合 好所以呢 我们有一个正整数里面的非空子集合 我们就可以用良序原理 良序原理告诉我们说 S一定有一个最小元素 我们证实它是G OK 因为G落在S 遇数落在S 所以一定会落在这个集合里面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 G写成是AX0加BY0 其中AX0Y0 实际上是整数 OK 那我们有这个最小元素之后呢 我们将要来 证明说我们刚刚找到的这个最小元素G 实际上是 AB的 最大公元素 好那我们来证明 我们首先来证明G能够整出A 也整出B 那我们用反正法 如果G 没法整出A的话呢 那我们有 整数的除法 我们知道什么呢 我们知道A能够写成是 Q G加R的一个形式 那其中呢 Q跟R 实际上是大于等于0的整数 又因为 G没法整出A 所以这个余数R 实际上是介于0跟G之间 这是不想等的介于 OK 那如此一来呢 我们把 这个 Q G搬来这个不等式的左边 我们就写成是R 等于是 A-Q G 那G 用 Ax0加by0的形式写出来 那我们再把它给 画 合并一下 我们就得到了 A实际上 R实际上是A 乘以刮虎1-Qx0 加上B乘以 -Y0 这种形式的东西 那 没看得出来 所以R是 正整数 R是正整数 而且呢 R能够写成是A 乘以一个整数加上B乘以一个整数的形式 那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 R是落在S里面 那我们刚刚知道了 G是S里面的最小元素 所以是R会大于等于G 可是就是矛盾于我们刚刚说的 R是小于G的这样子 矛盾于它的定力 所以我们的假设是错的 就是G不整除A的假设是错的 所以G是整除A 那同理呢 我们可以证明 同样的方法可以证明G整除B 所以我们就是证明了G是AB的公元素 好那再过来呢 我们要证明是G是公元素里面最大的那一个 也就是说如果令D 是一个正整数 它是AB的公元素 所以呢因为 G能够整除A能够整除B嘛 所以能够改写成 A等于D乘以α 然后B等于 D乘以β 然后其中AB是 某些正整数 那于是呢 我们刚刚写的G等于AX0加BY0 然后 A跟B用这件事情去把它给取代掉 就可以改写成 G是等于 D乘以 刮乎α X0加βY0 也就是说G实际上D是乘以 这个正整数 的 这个 这个正整数 所以的话呢 G 整除 D整除G 所以的话呢就是告诉我说 G是 供应数里面最大的那一个 好 由刚刚的 这两个 两个步骤呢 我们就证明了 它实际上 最大供 我们刚刚 造的这个G 实际上是 最大供应数 而且呢我们也 也实际上也同时证明了说这个 最大供应数 实际上是 AB的 整数组合里面 最小的那个正整数 好 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 我们的 正整数的量序原理它的叙述 看起来很显然啊 可是 刚刚的 上面的那个GCD的性质 实际上最大供应数的性质 其实你告诉你说 这个量序原理应该是蛮好用的 好 我们在最早的时候告诉你说 量序原理跟我的数学归纳法是等价的 可是 你可以想想看 刚刚的这个 最大供应数的性质 基本上是 不太好用数学归纳法去下手的 不太好证明的